北区劳工健康服务中心日前来到了五股区的新征礼 除了针对三高以及基小镇 邀请到了护理师和职能治疗师来为长者说明 会后还有健康咨询以及姿势的指导 未来也将会定期来到里内提供给长者相关的健康服务 北区劳工健康服务中心关心民众的健康 特别规划了住点服务 日前就来到了五股区新征礼 由于里内以长者居多 因此中心特别以三高以及基小镇为主题 提醒长者要多多留意 因为我们知道新征礼比较多中高龄的工作者或是老人家 所以我们就安排认识基小镇 所以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在上午的时候 就先教他们怎么样去测量自己是不是基小镇的族群 那怎么样去增加自己的肌肉跟运动量 怎么样去做运动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的护理师针对三高 然后就是老人家比较常出现的一些疾病 然后教他怎么样去预防三高 包括在饮食运动 还有身体生活作息的部分去做这个介绍跟卫教这样子 里长感谢中心规划了专业的讲座 让长者可以更重视自己的健康 尤其会后还安排了健康咨询以及姿势的指导 让大家可以分别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 获得最适切的建议 未来是每一个月他们会在整个我们新增市民活动中心做一个注点的服务 将整个医疗的知识传递给整个社区的民众 让整个社区的民众可以更加对整个所有的包括三高 肌扫症等等的一些健康知识 传递到他们的观念里面 让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知识跟概念 然后自己为未来自己的身体如何做最好的健康保养 无论是针对长者规划的讲座内容或是会后的健康咨询 都让参加的民众获益良多 未来劳工健康服务中心 也将定期注点 希望可以持续为新增里民提供健康服务 记者沈仲林景于五股采访报导